大家好 我是Peggy 今天來的波控來到的中立 中立也就是我的家鄉 那在這麼冷的天氣之下 當然就是要來吃新民老牌牛肉麵囉 新民老牌牛肉麵已經有了40多年的經營歷史 那這家牛肉麵也是我從小就不知道大的牛肉麵 那我們剛剛訪問過的老闆 這家牛肉麵目前還沒有開放加盟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吃正宗的新民老牌牛肉麵 你一定要來這一家靈止這家BF分店 那我們進去裡面嘗試他們的牛肉麵 看他們的牛肉麵到底有什麼樣的功力 可以有到40多年的經營歷史 你們現在要去下班的時間 現在從這邊若無缺席一位男球啊 所以我們剛剛點了一碗中辣的牛肉麵 那在吃之前別忘了要加一點酸菜 會讓你的牛肉麵更有味道 然後別忘了還要再淋一些醋在上面 好所以首先我們先來試吃看看他的牛肉好了 它牛肉非常的嫩 而且越嚼越有勁 真的很好吃 而且尤其因為我已經來這邊吃了非常多次 從小就吃新民牛肉麵吃到大 我覺得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他的湯頭 非常的有味道 他牛肉的味道非常的香 然後又是他的辣油啊 因為如果你很敢吃辣的話你點到中辣 他整個牛肉麵的味道是非常的香 有那個辣油的味道 還有牛肉的香味 好我們來吃一下他的麵吧 嗯 帶勁的牛肉 辛辣的湯頭 還有這個香Q彈牙的麵條 嗯 果然就是完美的結合啊 那你認為你們辛辣牛肉麵和別家牛肉麵不同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我想最大的差別應該是我們的辣油比較特別 因為一般好煎就我所吃的 一般辣油應該都是用食物油去體裂 只是我們吃的煎食都是用牛油去體裂 所以會增加那個牛肉的香氣 一定會長過一點 吃完了好有滿足感喔 所以如果你們下次來台灣的話 一定要來這家中立的清明老牌牛肉麵 還有啊這家牛肉麵還提供免費加湯加麵喔 所以我現在要去加湯加麵了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